大家好,欢迎收看港湾播报,我是主播Cherry 联邦财长莫奈于本周二公布自由党政府的第三个预算案 其主要内容已经为人所知 但也许你不知道的是,今年的预算案还有一个长达78页的附件 其中提到,加拿大政府计划与35个国家分享纳税人的税务信息 旨在打击涉及多国的严重犯罪,包括贩毒、洗钱以及恐怖活动等 附件中提到,2018年的预算案提出 加拿大你与前有司法协助协议的国家分享纳税人的税务信息 以便与这些国家联手调查、起诉和制止与税务相关以及不相关的犯罪活动 这不仅对全球打击严重犯罪至关重要 并且符合加拿大政府关于打击全球逃税的承诺 并改善本国税制的公平性 目前,加拿大与35个国家签有司法协助协议 这些国家包括美国、巴西、比利时、法国、以色列、俄罗斯以及中国等 这就意味着,一旦上述国家针对某人进行比如贩毒或洗钱的调查 就可以向加拿大当局索取并得到这名当事人的税务信息 列治文市周三举行组合屋公厅会多达500市民参加 大多数反对在人口密集的公寓区附近建组合屋 有安全固利,应另寻地点,仅少数人支持 市府指下月如果获议会通过,春季可立即动工 渴望让入宿者在今年底入住 公厅会从下午3点半开始 在列治文Bridge House公共图书馆举行 大批华裔在馆外排队进场 反对团体更在门口摆放包製牌 邀请反对人士参加签名 而列市府代表,卑诗房屋局和Rent City Housing 都有人在场向市民说明新建组合屋的需要 列市目前原则上通过 在Ambridge Way 7300号新建40个组合屋 市府会借出土地最多5年 有非牟利组织Rent City Housing负责运作 提供24小时支援服务,用餐和生活技能培训等 华裔女长者吴太太在接受媒体记者访问时大骂 她的朋友辛苦了一辈子 最近才在列治文以80多万元购入城市屋 准备未来退休之用 结果周二听到消息 发现对接竟然要盖组合屋 这让她大为失望 她说,努力一辈子的人继续购入城市屋 结果对接竟然是不需要工作的露宿者 也可以入住免费的组合屋 这公平吗? 就住在组合屋预定地点附近公寓的西人 奥西韦也指 我同情露宿者,但这个地点非常的不妥当 附近有酒店、酒吧 如果多达40个露宿者在此 加上他们呼朋隐伴 她担心附近治安问题 至少应该将他们打散 至少分成三个不同的地点安置 她也是业主立案法团成员 表示多数人都反对再次兴建 居民Mike表示 很多市民都不知道组合屋计划 亦没有收到市府通知 感觉政府做事透明度不足 认为是温哥华马宝区组合屋计划的翻版 反对团体已设立微信群 目前已搜集于1000个反对签名 他们指出 露宿者其实仅29%为真正无家可归 若以列治文有70个露宿者计算 真正需要帮助的仅20人 如今 建40个组合屋需490万预算 平均每人每月2458元 已高过列市一单位租金 这在财务管理上严重不负责 卑诗房屋局区域总监普罗斯肯表示 组合屋将至少保留20% 给属第三级最脆弱 高度需求露宿者居住 保证不会有蓝铜屁 但我们不会做犯罪记录审查 因为这是歧视行为 负责运作Ren City Housing的代表保证 会有两个职员全天候在场维持秩序 并有监控录像以确保安全 周四上午一架多伦多 飞往温哥华的加航客机 因为机上一部手机起货 导致一名乘客被烧伤 据CTV新闻网报道 事件发生在上午7时左右 出事的航班是AC101 当时飞机正准备离开 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 手机的主人被火烧伤 但是可以自行走下飞机 之后接受治疗 加航发言人表示 起火后 航班的工作人员立即将火扑灭 没有对飞机造成任何损害 飞机因为事件延误了约两个小时 近期已经发生多宗飞机上手机 或充电宝起火的事件 据南航官方微博报道 2月25日 中国南方航空公司 一架航班CZ3539 在旅客登机过程中 一名旅客索协行李 在行李架上冒烟并出现明火 机组配合消防和公安部门 及时进行处置 为造成进一步损害 该航班随后更换飞机和机组执行 涉事旅客被警方带走调查 据初不了解 事故是因为旅客携带的充电宝冒烟并着火 事发时充电宝未在使用状态 另据报道 2月18日春秋航空公司 从哈尔滨飞往明谷屋的一架航班 在起飞半小时后 一名旅客的充电宝突然着火 乘务组及时用灭火器将火扑面 航班被降沈阳 经调查核实 充电宝起火后 对旅客没有造成人身伤害 约7小时后 这架飞机在旅客从沈阳起飞 之后安全到达目的地明谷屋 日常生活中 由于智能手机等电子设备耗电量较大 很多乘客出行时 都会携带离电池移动电源充电宝 值得注意的是 离是极不稳定的金属 含离的电池或者充电宝 在摩擦或者碰撞中 容易产生高温火花 根据加拿大航空的规定 100瓦特小时以下的离电池或充电宝 可以在手提行李中携带 超过100瓦特小时但没有达到160瓦特小时的离电池或充电宝 经许可可以在手提行李中携带 超过160瓦特小时的离电池或充电宝则不允许登机 周三是反七零的粉红一日 卑市省长贺景出席相关活动时 呼吁省民团结一起对抗七零行为 贺景教育厅长范联明及本审其他省议员 周三连同大约100个学生出席在维多利亚省一会厅大楼外 举行的反七零活动 贺景表示 每一个人都应该得到尊重和善待 无论是在校园或是在社交媒体 他又称 为出席这个活动的大批学生感到骄傲 并清楚地传达了一个信息 就是不管何种形式 不管在任何地方 七零都是不被接受的 资料显示 加国有19%的儿童曾经在网上欺凌或在网上跟踪不愉快的事件 据报道 BBB最近公布了2017年十大诈骗案类型 看完后相信大家会大吃一惊 因为根据贝斯省BBB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Prime Rose表示 加拿大人上当受骗的损失近高达9500万加币 并且他指出 这可能是实际损失的一小部分 因为还有很多诈骗案没有被媒体报道过 以下是2017年发生的十大诈骗类型 网购诈骗 这是BBB在去年所收到的最多的诈骗案 2017年受此诈骗影响的居民共损失1300万加币 接到投诉的包括虚假网站 伪造房品 免费试用陷阱等 电信诈骗钓鱼攻击 Prime Rose表示 诈骗者经常会冒充CEO 通过电信和电子邮件转移公司的资金 这对加拿大企业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2017年因此造成的损失共计2000万加币 网络交友诈骗 可能这是十大诈骗案中最令人伤心的诈骗案了吧 据Prime Rose表示 因为网上交友而上当受骗的居民 共损失1900万加币 较2016年的1700万有所上升 最后他还提醒到 网上大约25%的交友资料都是假的 求职诈骗 虽然求职诈骗的排名去年有些下降 不过还是有很多诈骗者 利用一些比较有名的招聘网站 提供一些虚假的工作职位 迁徙一代是最容易成为受害人的人群 加密货币诈骗 Prime Rose表示 投机和高风险的加密货币骗局 涉及的投资大多不受监管 这吸引了很多投资者的注意 同时也吸引了行骗者的注意 去年加拿大人在此方面的损失达170万 报税诈骗 相信这个诈骗手段大家都不陌生 每年都会有人在报税过程中上当受骗 2017年受骗者的损失共计500万 奇迹减肥诈骗 减肥是很多加拿大人的目标 但是很多燃脂产品只会悄悄地使你的钱包变空 还是那句老话 好的令人不能相信时通常都是假的 不要相信没有事实根据的说法 没有能使人迅速减重的奇迹药丸 一个合理的饮食 生活习惯和运动习惯才是最有效的方式 贷款诈骗 这种类型的诈骗通常是有一个可疑的贷款人 承诺给你贷款 但是会要求受害人提前支付费用作为保证金 所以如果你遇到有人要你付保证金 才肯给你贷款就别理他了 据统计 去年受此影响的损失共计150万加币 承包商诈骗 与上个诈骗方式类似 这个诈骗也是一些没有道德心的承包商 在拿了人的定金后就人间蒸发了 去年共损失了300万加币 虚假发票诈骗 这是前10个诈骗案中 BBB唯一表示 财政方面的损失是未知的诈骗类型 为了避免在网上支付的时候上当受骗 Primrose提出了一些建议 如果有所顾虑的时候 直接联系相关机构 与之前所收到的蒸发票对比一下 不要随便点击任何链接或输入任何个人信息 加拿大知名户外用品经销商MEC决定停止销售 美国一间枪械生产商旗下的多个知名品牌 网上联名要求MEC停止销售的请愿人数高达5万人 MEC并不销售枪支 但是代理双目望远镜品牌Bushnell 水平品牌Cambake等 这些品牌都在犹他州Farmington的Vista公司旗下 该公司的销售有一半是枪支弹药 包括半自动军用武器 类似于上月导致17人丧命的佛州高中枪案残剧中使用的枪 美国大批的生产商已经切断了与全国长枪协会的关系 该协会一直强烈抵制全国枪管 MEC公司发表声明说 现实存货不会下架 不过孤轻后不会再入货了 前几日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印度武 真是火遍了网络令人大呼尴尬 印度、加拿大和美国的媒体记者 都在取笑他这次的印度之行 简直是惨不忍睹 但是更离谱的是 这位杜鲁多总理在演讲时 竟然连自己国家的生日都忘了 这回真是一个大写的尴尬了 在演讲中杜鲁多说 我们两个国家都有一些重大的里程碑 你们庆祝印度独立70周年 我们国家则是加拿大联邦成立的100周年 有没有觉得哪里不对劲 没错 去年就是2017年 加拿大国人刚刚庆祝了自己国家的第150个生日 而不是100 真是尴尬了 虽然杜鲁多政府去年花了大量的钱 来推广周年庆活动 但是很显然 他根本就不知道加拿大到底多少岁了 很多人都开始好奇了 下次 这位总理又会以哪种方式让加拿大难堪呢 感谢大家收看港湾播报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读懂温哥华 从温哥华港湾开始 真正的本地新闻 及时最热接地气 玩玩乐乐温哥华 大温一周好去处 各类本地休闲娱乐资讯 舌尖上的温哥华 BC被原创美食微杂志 打造温哥华美食地图 温哥华港湾大温最火的中文网站